陳佩琪最近講說中央採購疫苗不知道笨還是壞 連疫苗都這樣還想治國 我用它的話送給你 如果連台北市疫苗的規劃接種都打成這個樣子 還想當總統 台北市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有一個想要選總統的市長 還有一個想要選市長的副市長 我覺得這就是台北市現在亂象最大的問題 台北市擁有最好的資源卻打得亂七八糟最大的問題 我跟你講你覺得中央疫苗採購政策讚嗎好嗎 沒有啊我現在告訴你我要再問你的是 台北市的疫苗我們擁有最多的醫療團隊 我們擁有最多的醫療資源 為什麼我們打得那麼亂七八糟為什麼讓民怨這麼抱怨 我跟你講齁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跟我牽扯中央 我要問你的是台北市為什麼這麼糟糕 你現在是台北市長 你不是行政院長 你也不是總統 我跟你講齁 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齁 我們我們是準備施打的量能 現在配對都是中央在配對 系統也不在我手中 所以這個配對會出問題 說實在這是我實在也很完美 我每天準備要這種施打量能 你一下子高一下子低 電腦是你在控制的 好那我問你 所以我才委屈的 我 打疫苗這件事情齁 請全國同胞注意 我問你 22個縣市為什麼只有台北市有問題 我跟你講齁 哪裡只有台北有問題 其他縣市沒有報而已 一樣 我是義界的 我非常清楚 這就是你的唐色之詞 全台灣現在就只有你有問題 不可能 就是只有你有問題 沒有啦 你沒在看新聞 其他縣市也一樣 我跟你說 我新聞很認真看 我是台北市議員 你很認真看 但是你只注意台北市 不過是這樣啦 你作為議員只注意台北市也是對 我跟你講齁 我再跟大家講一遍 好 疫苗我們是提供量能 配對是裝在配對 會出問題 這個哪也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已經 市長 就已經擺這樣 你要這樣我也沒辦法做 市長 你的解釋這個在大約我質詢 你到現在已經 你已經解釋三次 但是我覺得台北市民 下一頁 下一頁 台北市民不需要一個高智商的市長 不需要傲慢自以為是很會辯解 只衝聲量的市長 台北市市民在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個 把認真的把疫苗打好 規劃好的市長 我們更需要一個把疫苗政策規劃好的衛福部長 沒有人疫苗進來亂七八糟 一下子進來一下子不進來 你叫我怎麼做 我跟你講齁 我告訴你 台北市民只要求台北市長 把疫苗接種好 台灣的國民只需要有一個把疫苗 正策搞好的部長而已 你懂嗎 是讓你來 看著我 五年前呢 你去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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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去看著我 都不會被人這樣 你過了